觀眾朋友你好 今天是4月4號兒童節 其實我們都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可以在快樂健康好的環境下成長 可是呢 並不是每一個小孩子呢 都跟一般人是一模一樣 表現的一模一樣 或是成長歷程是一模一樣 在臺灣有非常多的這些比較特殊的小孩子 像是什麼呢 自閉症 過動症 或者是妥瑞式症 今天有話好說 要藉著兒童節今天很特殊又很快樂的這個時間呢 我們來一起聊一聊 其實現在呢 從國小到國中到高中到大學 甚至你在路上呢 你常常會遇到一些 有時候感覺怪怪的 明明要好好上課呢 他又發出很多很奇怪的聲響 甚至有些呢 他還會罵髒話 然後有一些 你就說奇怪呢 你怎麼在那白目喔 你怎麼在不該做的時候 在不該出現的時間呢 你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包括說 自閉症的小朋友 包括說 妥瑞式症的小朋友 他們在成長過程中 一定受到他的同學 不認識的人 以及他的朋友 有非常多的 所以說 妥笑 辱罵 歧視 霸凌 當然有些是很惡意的 可是有些是因為不了解說 你很奇怪 你怎麼都說不聽啦 然後呢 情緒再加上情緒 就可能會有一些肢體的暴力出現 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他在那個時候 要做這個動作 你不可以記喵 那本書堂好好好 你就一直打 你是打什麼意思 如果你可以知道他當時在想什麼 或許就不會有接下來的所謂的歧視的問題 霸凌的問題 今天我要說非常特別是 我們邀請到第一人稱的方式 當初呢 他也是這樣子一路走來 一路走來 可是現在呢 他已經長大了 他希望透過第一人稱的方式 來去談一談 從小到大 為什麼社會這麼不理解他 當時他在想什麼 如果那個時候 別人用不同的方式對待他 事情會不會有很大的不同 先來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 其實他跟公司淵源很深 包括聽聽看 包括誰來晚餐呢 都用很大的篇幅來去報導他 我們來歡迎是 電燃天使協會的理事長 自己也是一名自閉症 我們來歡迎是王家華 Grace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Grace 真的是 Amazing Grace 其實自閉症不太容易跟人家直接 特別是在陌生的情形下互動 我今天我也有一點白目 我一看到Grace 因為我在電視上看過你好幾次 我就覺得我跟你很熟 我就主動要伸出來跟你握手 你就居然跟我握手 然後後來我剛剛又偷偷看了一下Grace 這個是Grace在去年出的書啦 他自己都寫書 他現在不只是那個全世界最會演講的自閉症的演說家 他還是一名作家 他出了一本書叫 我輸在旗袍點 但是我贏在終點 遇見恩典 Amazing Grace 其實書名是遇見恩典 遇見恩典 那他是拿這一本書 主動去給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吳老師跟吳醫師 這個動作其實對自閉症的小朋友來講 恐怕不是那麼容易 待會我也請Grace好好再跟我們談說 他一路過程遇到的一些艱辛挫折 還有他那時候最大的心願 今天是兒童節嘛 好好談一下兒童的心願 再來呢 是妥瑞士症 上次其實跟這個妥瑞士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是談親營共居邀請他 所以我心裡就一直懊悔說 我們應該好好來講一下 妥瑞士症到底該怎麼樣去理解 我們來歡迎是臺灣妥瑞人協會的理事長 曾博穎 博穎你好 各位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剛剛有幫Grace打輸了 所以現在也要幫你打一打輸 這個也是 剛出來的是不是 出來大概一年多了 也是一年多 也是去年出的 我生氣 但是我更爭氣 是 我們上次其實談到柏穎的故事的時候 妥瑞症就是會不自主的 就像你現在在咳嗽 可能會發出一些奇奇怪怪不太容易理解的聲音這樣子 就是因為大腦的情形發生 是 是 有一些說法 各式各樣的說法 但是現在可能還找不到一個確切的病因說 為什麼會有妥瑞症的這樣的狀況發生這樣子 但是有各式各樣的說法這樣子 我其實上次就有問到你就說 萬一齁 你在節目上 因為我們是live的嘛 就像這樣 一直咳 一直咳 我該做什麼事情 就完全忽略 完全不要理你 這是最好的反應 是 對妥瑞症來說 是最好的一個互動跟一個反應 對 因為忽略會讓妥瑞症就是也順便忘掉 我自己是有妥瑞症的狀況這樣子 譬如說我在跟Grace聊天 等一下我在跟Grace聊天的時候 然後你在旁邊一直咳咳 我就完全當作沒聽到 我就繼續跟他聊 對你來講是最好的方式 對 忽略是最好的 對妥瑞症是最好的方式 有一次你搭高鐵 也是因為一直發出這些奇怪的聲響 旁邊的年輕人就去跟警察報警 夭壞 有一個人吃毒 然後警察就過來盤查你 對 就高鐵警察就來 就很不友善的就過來了這樣子 那是剛好旁邊有一個護理師 對 說你就是妥瑞症 是是是 所以這個社會其實 往往不是說那麼敵意啦 不是說真的要欺負這些 那些特殊兒童 就是因為不了解 那或者是說一些那個互動上的一些 大家可能是因為誤會而導致越來越多的這些霸凌事件 但是我們待會要再多請教一下 專業的一些意見 我們特別歡迎是在特殊疾病上以及自閉過動 妥瑞都是非常權威的 與您身心診所的院長 吳佑佑 吳醫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嘉賓好 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吳醫師我請教 我剛剛跟柏影這樣講 我那樣說法是對的嗎 當他發聲聲響 我就不要插你這樣 這是他希望的嘛 對不對 那事實上是 因為你一直去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要發出聲音 其實也沒辦法改變 那個他發出聲音 那也不是他能控制的 對 他如果願意願意用力去控制的話 那他就變成說他現在只能做控制這件事情 他其他事情都沒辦法做 那那個不是我們希望他的他的生活方式是這個樣子 是 所以我常常說 就像你一直叫我舉個手 你叫我一直舉在那裡 我可以舉啊 可是這不是我的一個常態 所以我一個手一定會痠嘛 所以如果他的常態是必須要取有這些聲音出現 其實是 就是 這就是他的常態 所以其實很容易嘛 就是說我們把常態的那個range 放得寬一點點 就是我們就是反正只要柏影在這邊 然後呢 這個位置可能隨時會有一些聲響 是 就把他當成常態 是啊 是啊 就沒事了 是啊 那對自閉的互動呢 譬如說我剛 我其實節目開始前 我有一點緊張說 會不會等一下 Grace 不理我啦 我跟他聊天啊 我講五句 他回不到一句 我該怎麼樣跟自閉互動 嗯 其實自閉症的孩子 就是說現在自閉症的診斷 我們是用一個所謂的spectrum 就光譜 或者是一個範 或者是在我們學院翻 翻譯的是類群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變化性是非常大的 那像Grace的情況 他是我們所謂的能力好的 就是說他口語能力好的 他可以表達他自己 那當然有另外一群自閉症的孩子 可能終極醫生他都沒有辦法有語言表達的 能力 或者是他的語言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那大家會把自閉這兩個是誤會了 所以剛剛主持人也會擔心說 他會不理你 就是說實際上 自閉症的孩子並不是說他不願意理人 而是他在這個技巧上面的 拿捏比較有困難 是 所以我想如果Grace不理你 那你就換得跟我們其他人講話也沒有問題 等到他想到他要怎麼回答你的時候 他就會回答你 但是Grace 你如果理我的話 我會很開心 我們再歡迎是已經擔任八年特教老師的 吳雙 吳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然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很辛苦對不對 當特教老師 很辛苦 但也很幸福 也很幸福 幸福怎麼說呢 就是當孩子有進步的時候 當孩子跟你有互動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你其實心裡就會有滿足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覺得很幸福 對啊 所以我一定要謝謝Grace 我伸出手的時候 你有跟我 你知道 我好滿足 好幸福 但Grace 我先請教你齁 為什麼是叫做電燃天使協會 天使我容易理解嗎 Angel 其實大家其實是抱於很開心的幸福或是喜悅 電燃是什麼意思 電燃其實就是indigo 其實電燃就是 他在國外已經是 其實不管是自閉過動或是注意力不集中 他在國外已經不是一種病 而是一種個性 一種特質 indigo就是屬於這種特質 那在臺灣呢 因為indigo比較不普遍 所以我們說點點又爛爛 點點又爛爛 點點又爛爛 就是看起來點點爛爛爛爛 就是電燃 所以我們叫電燃天使 不是說什麼能量光譜 你們發出來的是那個藍色的光 藍色也是另外一種講法 Grace 我請教你齁 你看起來你每天都過得很快樂 可是會被霸凌嗎 當然會被霸凌 只要是人應該都會被霸凌吧 只是在不同的地方 在不同的地方 在不同的地方被不一樣的人霸凌 你應該也有被霸凌過吧 只是在不一樣的地方 對吧 應該是有 但是因為我神經很大條 人家罵我 那是因為你沒有感覺 有啦 對我這樣想起來 因為我每天都被投訴 所以不過那個題外話 但我請教從小學 你小學是念資源班 普通學校 普通學校 普通班 你是在小三的時候被鑑定成為自閉症 對 小三 小四 小五都還是普通班 對 全部都是普通班 我國小全部都讀普通班 那同學會欺負你嗎 會啊 欺負得非常的嚴重 怎麼說 就是他會說 佳華你的頭掉在地上 趕快快點 就是全班集體霸凌我 集體用言語霸凌 我聽不懂 他為什麼莫名其妙說 你頭掉在地上 就是莫名其妙 走過去就覺得你好玩 然後就弄一下 那時候你不會很生氣 然後回頭說 那才是你的頭 那是你的頭 那時候的我是沒有感覺不會講話 但你會很傷心 也不會 也不會傷心 但是那時候的我是完全不會講話 完全沒有情緒 完全沒有任何東西 什麼都不知道 OK 那是小四 小五的時候 對 小五 小六的時候 那國中呢 國中你就是念特教學校 國中的前一年半 我念了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在那裡我學到非常多東西 我還得到了市長獎 可是因為我 因為我 我怎麼講 我 我的 因為我有典型自閉症 跟亞斯伯格高功能自閉症 所以我有典型的 看起來笨笨的 我也有亞斯的反社會行為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的我是 你摸不出來我下一秒會是怎麼想你的 所以在普通學校老師都會說他很聰明 很多同學都會說他很聰明 他怎麼可能的樣子 很多人都會覺得他不可能做出這樣的事 或是他為什麼都不講話 或是他不可能做不到 他只是懶 同學會不會因為說 反正我罵你啊 反正我笑你啊 反正我打你啊 你也不會跟一般人 有那種不高興 生氣甚至痛的 或是不舒服的感覺 他們都那樣欺負我 因為那時候的我真的完全沒有感覺 我只會看著他 然後就是 因為我都會 當我沒有辦法 就是我沒有辦法上一些 普通班的一些課 比如說體育課的時候 那我就會去資源班 就是補可能國語或是數學 那當我回來的時候 下一堂課把課本打開 就是一隻蟑螂 在我的在我的課本上 就是這樣 就是常常這樣 那我久了 我就會知道 那個那個 因為教室都是 教室的門都是同學 可以開可以關的 就是水桶 板插就在那裡等你 就是一開門 水桶就是掉下來 然後書包一翻開 裡面都是粉筆板插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回家我也不會整理書包 就是什麼 因為我 就是我什麼都不會 所以我會早餐吃的剩一半 妹妹就說 那你帶去教室再吃 好就把他放進去 到晚上呢 我也 他他臭掉了 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在包包裡面 然後就是夾雜的粉筆灰 夾雜的早餐 那你被欺負了 你就是默默乖乖的忍受 對剛開始是那樣 後來呢會反擊嗎 後沒有我是長很大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那個叫霸凌 我以為這個因為我 我我我雖然我有自閉戰 但我也是人 我也想要有朋友 但是我以為那一般同學都是那樣對我的 我以為一般同學也都是那樣互動的 所以那樣是正常的行為 我以為當初是這樣以為 可是現在我知道 原來那個叫霸凌 原來他們只針對你 現在才有霸凌 原來那才是針對我 我們來看一看Grace 小時候經歷過什麼樣的事情 以及之前 她接受誰來晚餐的節目訪問的時候 Grace她所經歷 以及她的期待是什麼 只要懂我們 我們就很好教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準備雞喝糖果就OK了 在餐位前 還路過的民眾 坎坎而談什麼是紫閉症 偶爾還會開開小玩笑 每次我介紹之前 很難把王家華 與自閉症連結在一起 是我 是你 對 我是自閉兒子 我是典型家牙齒 他不像 他實際上有點學習障礙的障礙 小時候完全沒有任何記憶 是零 好像只有從國中開始 才是從你們的Baby 開始這樣開始 26歲的王家華 小時候不愛講話 反應也不快 小學三年級以後 學習與人際關係 出現嚴重的障礙 還遭到同學的霸凌 媽媽陪伴在身邊 也疲於奔命 偷錢 偷東西 吃橡皮擦屑 然後包包裡面 永遠一堆東西 跟同學之間 常常出現問題 還有同學欺負他 他就開始緊張咬指甲 有時候自己去撞牆 有時候衝來回去 他找不到家 掉了 然後去警察局 把他帶回來 不願意讓孩子 身陷戰場 王媽媽在王家華國小畢業後 就把他轉學到特教學校 從此扭轉了他的生活 參加啦啦隊 加入樂團 灰暗的日子 變得多彩多姿 來 四孔 我想跟那些小特種做 他想把他們給吃的 為什麼要牙齒 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的孩子有了機會被看見了 所以我說那個舞台 他終於有舞台了 想要幫助和女兒 有著類似特質的孩子 王媽媽六年多前 創立了電男天使協會 舉辦講座和自立訓練 現在交棒給王家華管理 日子雖然忙碌 但他還是會找時間 與家人相聚出遊 爸爸從你那很小很小 把你那個 把你養到這麼大這麼胖 爸爸缺錢用說 這個肉要曾經賣了 家人的陪伴 幫助王家華走出原本封閉的世界 帶著自己的經驗去各地分享 自詩成為全球第一個自閉症藝人 他希望能讓更多人摘下恐懼的眼鏡 認識自閉症最真實的樣子 不過吳老師也許我們聊一聊 剛剛Grace她遇到所謂的在學校 她說的是一般的班級 那資源班可能又是不一樣的情形 可是我們來看看這些數字 這是衛福部零有身心障礙 其中是自閉症的這個人數的統計 那你要零有身心障礙手冊 那當然是要很嚴格的一個標準 可是在學校的標準又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遇到的那個人數 可能會更多 我們來看看 每一年的這個自閉症的人數呢 是一直在增加 到現在如果依據衛福部的這個身心障礙手冊的 自閉症統計的話是有一萬三千九百多個自閉症 可是如果我們回到學校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學校的情形呢就會更加的嚴重 各級學校國小到國中呢就有九千三百五十三個 高中只有三千六百個 大專有兩千多個 其中男性是遠遠高過女性 等一下要請教吳醫師 這個性別會有沒有什麼特定的意義在 換句話說 在國小到國中有將近一萬個自閉症的小朋友 那現在幾乎都是融入教學 就是把像GRACE啊 博穎啊就是跟一般同學一起來上課 有太多的機會呢 班上就有這一種自閉的同學 該怎麼互動 難道霸凌是常態嗎 現在 現在來說的話 大概 以特教生來說 大概有八成以上 都是在普通班的 就是在普通班上課 那在普通班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每個班級 幾乎都會有特殊生 然後在那在這部分的話 其實自閉症的部分 因為就像之前 剛才吳醫師有講了 其實自閉症類 他是一個光譜 所以他其實每個自閉症 他可能都有一些不一樣的特質 然後在這個部分的話 他就其實針對 其實老師在遇到自閉症的時候 會很擔心說 怎麼樣去處理這個孩子的部分 因為其實就算是自閉症的孩子 他每個人的個性也都不一樣 所以在調整課程 或者是在同學互動的時候 老師需要花費非常多的心力 對 那其實霸凌的部分 其實我們其實時常都有聽到 只是欺負的多寡 或是嚴重性 那譬如說Grace剛有談到 他在念小學的時候 你看他離小學已經 應該有一段時間了 現在還記得那麼深刻 同學呢 就把那個蟑螂啊 丟在他的課本裡面 或者是故意把小動物的頭呢 擰斷 然後丟在地上 他說 欸那個傢伙啊 你的頭掉了 你的頭掉了 如果是一直出現這種情形 老師該怎麼樣去處理這個情形 像Grace剛才提到的 他在體育課的時候 有到資源班上課嘛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基本上 老師在第一時間發現的時候 他可能 因為現在 現在就是 盡量不霸凌 然後也 現在當然也沒有提罰 然後當然也不會說 欸那為什麼 他也沒辦法說 要求孩子們一定要誠實的回答說 誰去霸凌這個孩子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老師只能就是默默的 就是 如果普通班老師的話 其實他只能做一個部分 就是他先告知學校單位 行政單位 學務處 輔導室有這樣的狀況 然後這是第一時間的討論 跟通報 再來就是說 他還去 還必須要跟特教老師 資源班老師做一個 做一個回應 就是例如說 他讓資源班老師知道說 他孩子有這樣的狀況 在班上是有這樣的狀況的 所以 有時候資源班老師 他在同時 可能是在授課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辦法 立即的知道說 班級 孩子在班級上面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普通班老師 給我們的回應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在 當然資源班老師 跟普通班老師的合作 當然是 需要非常密切 可是規矢我請教 那個時候 你有跟老師講嗎 被欺負被霸凌的時候 沒有 你還是認為說 那就是同學之間的互動方式 我不 因為那時候 我不會講話 所以我沒有 什麼都沒有講 那我 因為你現在的表達能力 都比我好了 所以我在想說 當時 因為欺負你的那些同學呢 就是看準你 我欺負你 你也不會去跟老師講 我欺負你 你也沒有辦法表達你的情緒 甚至有些人 可能會認為說 我欺負你 你也不會覺得 我是在欺負你 對 可是那時候 你的想法是什麼 那時候 那時候我真的沒有想法 真的沒想法 真的沒有想法 所以吳醫師會不會 就是因為這些自閉的小朋友 待會也許談到 妥瑞 妥瑞可能是完全不一樣了 自閉小孩子 就是沒有辦法表達 他的情緒 才會造成那麼多的 霸凌事件出現 我剛剛Grace有講到 就是說 其實霸凌是無所不在了 那絕對不會是 只是單純說 我是自閉症 所以人家欺負我 那其實像我們在學校裡面 我們有的小朋友 太過於內向 也可能會被同學欺負 或太過於外向 也可能會被同學欺負 或是我今天的便當 帶得非常的不一樣 也可能會被同學 就是說 我們的文化 本來就是一個相對性 就是比較排他 只要你跟我不一樣 你可能就可能 都帶顆蛋也會被欺負 不知道啦 我隨便 我今天才在新聞上面看到 就是說那個華人 因為他帶的是滷蛋 在學校裡面吃飯的時候 帶的是滷蛋 那滷蛋是沒有 在美國是沒有吃滷蛋 這樣子的東西 帶滷蛋也不行 不是不行 就是說當你不一樣的時候 人家可能就會 對你有多一點點的想法 所以我想 當然 歸史 經歷過的絕對是辛苦的 我相信像柏銀經歷的 也絕對是辛苦的 因為他們的狀況是相對 是我所謂的外顯 就是說 他是很容易被人家看到 當你的困難是被別人看到 或你的不同是被別人看到的時候 你相對的就比較容易成為是別人 想要去製造話題的一個對象 所以我想真的是這個 因為我沒有我不認識 不過我可以猜想 各位所經歷的辛苦啦 可是我還是要去講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小朋友 是很願意互相幫忙的 就是說實際上在在校園團體裡面 我不講別人 我講我自己的女兒好了 他就曾經為小朋友 其他的孩子挺身而出 是就阻斷別人這種 因為像我有一個小朋友 他是就是相對就是內向 那同學就會給他東西的時候 就這樣 其實這也是一種情感的霸凌 對不對 好像你是帶有細菌的 我給你這個東西 我會被傳染 那像我自己的孩子 就站到那個同學面前 就跟他說 說你夠了嗎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這樣子做下去 所以實際上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我們不斷去希望看到 就是說像這樣子的行為 我們會希望鼓勵其他的孩子能夠幫忙 那或者是講一些什麼 那被霸凌是絕對是可能會存在的 而且是非常有可能會存在 可是真的在團社會團體裡面 或在校園裡面 我相信我不知道歸史 有沒有好的經驗 或許博穎會有一些些 比較正向的經驗 在同伴之間 其實不是每一個孩子都去欺負別人 那這這是因為我 我聽說我蠻擔心說 大家都會認為我們的孩子是被欺負 好像我們的兒童都很壞 今天這個同學 我們要講一些快樂 不過我等一下要請教Grace 今天我先請教博穎 上次你來節目呢 也是你的朋友 你的同學呢 跟你一起來 這一次他又跟你一起來 是 你在什麼時候 第一次覺得說 這個朋友真是太好了 為什麼讓你覺得說 有朋友這件事 是為什麼 是什麼是什麼時候 我從大學開始才感受到真正的那種情疑 或者那種 就是同學之間 什麼是好的同學的互動 或者什麼是好的那種關係的互動 那像剛剛醫師有講到說 其實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這麼壞的 都會去霸凌別人 這個我還蠻認同的 但是重點來了就是 其實一般人不太容易像醫師的女兒 這麼勇敢的挺身而出 捍衛他人的權益 因為呢 他有可能也會被霸凌 他有可能站出來之後 他有可能人家會說 為什麼就是可能大多數人都在霸凌我 那他幫我的話 譬如說大家都在笑你的時候 我站出來說 你們夠了沒 你幹嘛這樣子笑他 他反而變成 然後結果 下一個被霸凌的人 那一群人就來霸凌我了 對 我覺得有可能 如果他的 我覺得這種事有可能會發生的現象 不要一直講壞的 我們講點好的 所以你說大學才真正第一次感受到 有朋友這件事 是 為什麼 其實那又會講到壞的 他請你吃飯嗎 還是不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也是跟新智年齡到大學的時候 而且到大學的時候 每個人都不會再有那種高壓 很高度壓力的那種 課業的那種緊迫性 所以在國高中 我不斷地會受到很多的霸凌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怎麼都經常都 就是在教室都一直 過後過教 然後都一直動來動去 還有時候像我的動作的時候沒辦法控制 還會打到旁邊的人 那他們就是很不喜歡跟我坐在一起 國高中升學壓力最大的時候 大家都在準備功課 專心聽課的時候 結果你在旁邊一直嗯嗯嗯嗯 可能比嗯嗯更大聲 你還會這樣這樣 對對對 還有很很很劇烈的那個 就是生育型的症狀 到大學反正那個功課壓力就少很多了 對啊對啊 就可以真正交朋友了 對 所以國高中真的沒什麼朋友這樣 對其實相對性國中是比較辛苦的啦 就是說不是說嗯特殊孩子 一般的孩子在臺灣 目前的現況就是實際上 真的是蠻辛苦的 就是說嗯 課業壓力啊 升學的壓力啊 環境給予的壓力啊等等 我我常常都覺得 現在的小孩比我辛苦 所以我們那時候念書很辛苦 可是沒有那麼多雜事 因為不需要學那麼多的才藝啊 不需要那你有很多時間 因為媽媽也沒時間去盯你上補習班啊 所以你有很多的時間可以胡思亂想 那我就覺得現在孩子真的是比較辛苦 他們這一這一部分的空間是被剝奪掉的 在那麼高壓辛苦的環境下 你就更難去說 怎麼跟同學互動 對那當然還加上就是青春期 本來荷爾蒙就是在亂串的一個階段嘛 所以也是就是沒事就找事嘛 就是無聊的就去找別人麻煩 那Grace我請教你從小學到現在有沒有什麼陌生人或是同班同學做了什麼事 可能他覺得也沒什麼 但是你覺得說他應該是我的朋友的那些動作像是什麼 我這樣問會不會太融統空翻一點 譬如說人家像我剛主動伸手想要跟你握手 這個動作應該沒有不友善 當然對一般人而言是沒有不友善 因為我知道那是人際社交的一個一個很正常的一個動作 但是對我們而言 那就是我們的病嘛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 我們自閉症的其中一個很大很大的障礙就叫做社交障礙 是 就是人際關係障礙 所以如果是以前的我我是不會理你的 理你都不會理你 謝謝 但是現在我就是當然我會願意就是我會希望跟所有的就是自閉症的寶貝說 就是只要你願意讓自己一直進步 有一天你一定可以跟陌生人很好的聊天一定可以好好的交到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但是前提就是你要願意跟人家聊天 你要願意你要願意跨過自己的很多的障礙 我們的障礙不是別人的障礙而是自己的障礙 是 就是我們要突破的不是別人的眼光而是自己的很多東西 比如說自己的情緒 比如說自己必須要先講出第一句話 強迫自己講出第一句話 你就會覺得原來你放鬆了 原來這個人是真的是好人 所以現在我看到任何人不管到哪裡 如果真的是必要的話 我會先跟自己說深呼吸吐氣 這個人是好人 然後我就會就是先突破自己的任何東西 然後就可以很自然的跟跟你們相處 所以這是我們的人際關係障礙 不過吳老師 我再請教其實我聽到很多就是很親近的朋友在講 像是現在是融入教學 那所以像那個Grace這種自閉的小朋友 或是博英這種妥銳的小朋友 他就會在一般的班級上上課 那剛剛博英也談到很多 他確實會對上課造成很大的干擾 確實對老師也會形成很大的困難在教學上 所以這時候就開始會有越來越多的情緒 甚至搞到後來是全班的同學一起霸凌這個同學 然後是全班的家長一起上萬言書開始連署 然後要求校長一定要把這個同學轉班 甚至呢搞到家長會長一起來說不行 阿你轉班不是害到其他班呢 你一定要叫他轉學 這個時候其實有時候你很難直接去怪說 阿同學你怎麼這麼不懂人情世故啊 你怎麼沒有友愛的精神 特教的資源在這部分可以成功協助什麼東西嗎 我先講一下在教學的部分 就是教學部分的話 當然他在孩子在課程部分 如果他是需要課程的一些需求的話 當然我們當然可以抽出來上課 那像這樣的孩子 他可能在社會技巧方面需要學習的話 他我們其實在資源班的部分 會幫忙抽一些課程 一些課 例如早上早自喜或是午休 然後我們這部分就是可能會做一個小團體的課程 然後來協助他們增進社會技巧 然後再來在普通班的部分的話 其實在跟班導師討論的時候 其實有的時候班導師會不知道 怎麼去協助同學去了解這樣的孩子 例如說他可能我們要先讓班導師知道說 他的特質是什麼 因為即使孩子都是一樣都叫自閉症 一樣都投入症 可是他們每個人個性都不一樣 是 所以他們就是要先讓家長 還有導師瞭解說孩子的特質是什麼 去接納去認同他們 那老師他知道孩子的特質之後 他才有辦法跟特教老師討論說 那我們要怎麼去幫助這個孩子 去做 例如說可能在孩子 例如說可能自閉症的孩子 他在資源班上課的時間 然後另一個資源班老師可能就會入班 去幫忙做協助一些特教的宣導 讓普通班的老師跟普通班的孩子知道說 這樣的孩子他的個性是什麼 然後也瞭解說 那班上的同學他對他的想法是什麼 那我們要怎麼一起協助他 讓可以在班上可以過得更好 例如說在互動方面或是在課程方面 那現在他有一個資源就是 我們發現說 就是教育局會有一筆經費是終點的助理人員 那助理人員部分 他可能是就是可以協助孩子們 他可能會在 例如說他可能會在體育課的時候 然後度班然後陪著孩子一起 特教孩子一起上課 那可能自閉症的孩子 他不知道怎麼跟同學玩傳接球 那這個時候助理人員 可能就會在旁邊協助說 那我帶著你跟其他的孩子互動 然後一起玩傳接球 或是一起聊天 或者是可能他在 他在上課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辦法專心在課堂上 那這個時候 其實他也助理人員的功能很重要 就是我們他跟特教老師討論之後 他可以協助特教老師去 所以當你班上有這樣子的同學 或是你的小朋友 班上有這樣子的同學 或者是你是老師 收到這樣的學生的時候 你不要一時間就想說 怎麼樣把他踢走 你其實有很多很多的資源 有學校裡面的特教 有外面的一些特教資源 還有像是醫療的這些資源 可是我請教一下吳醫師 很多家長可能都會有 兩個極端的反應 一個是說不可能 他只是在大隻閨 比較換題而已 比較晚發展 那一個人他可能很緊張 可能到處去尋求一些醫療上 或是其他什麼宗教上 或是心靈上的一些協助 我們很快來看一下自閉症 他是一種廣泛性的發展障礙 為什麼 現在好像還不是那麼清楚 那也沒有藥 可以緩解核心的症狀 可以只能靠過行為治療 早期治療可以減輕發展的障礙 可是對於認知障礙的幫助是有限的 自閉症常常會有一些生活上的障礙 譬如說社交人際關係在互動上 確實會有很大的困難 他會有一些重複性的行為 局限性的興趣 特別喜歡某一些東西 那車子什麼東西的 行為很極端 然後會很堅持一些固定的程序 所以我也常聽到說 有那個自閉小孩子突然暴怒 然後大家也找不到原因 原來是有人去動他桌子上的東西 或者是說他平常 就是該幾點幾分上課下課 結果那一天好時不時老師調課了 或是時間上弄的 所以那時候他就可能就會有一些變化 那自閉症的光譜是很多的 其中亞斯伯格就是高功能的自閉症 等等的盛行率呢 看起來現在我們其實在日常生活中 會接觸到越來越多的自閉症的小朋友 可是我請教一下吳醫師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以及在中長期吃藥 真的可以幫助減緩自閉的問題 我想核心症狀是真的 就是他是要 我個人是認為什麼東西 你努力去學都會有幫忙 就是說像這個上面講的說 這個對認知的 對認知發展 對認知障礙的幫助有限 這句話我可能就比較有一些意見了 那實際上我們都知道 我們努力的教我們的孩子 就是會有不一樣 那只不過就是說自閉症的範疇 真的是很廣 就是說我們有嚴重的 他可能中期醫生沒辦法講話 那這個不是說這些孩子不願意打開他的心胸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 他是一個腦功能的障礙 所以他的語言中樞可能是受損的 所以這個部分確實是你很努力的去幫他 你可能他可能還是會有他的限制 那對於這些嚴重的障礙的孩子 我們可能就會希望說他有其他的方法去幫忙 他溝通 我們不只是語言 或者是他的生活的方式 他的環境對他是友善的 所以他比較能夠不需要那麼多的語言 他還是可以過得很好 我常常喜歡拿霍金來做比例 那在前一陣子過世 那實際上 如果我們從外表去看霍金的話 沒有人會相信他是有能力的 就是如果單純是看外表 那是因為他是很厲害 然後變成不厲害 肢體上的困難 所以我們會接受他是有一個好的腦 那實際上他的溝通 其實是藉助了非口語的溝通方式 去協助他去溝通 那我們在早期治療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就會去看孩子的 他的困難的嚴重度到什麼 比如說他是一個沒辦法溝通的 可能到了一個年齡以後 我們會藉助一些其他的方式 去幫忙他去達到溝通的目的 那當然有一些能力比較相對好的孩子 或者是口語能力好的孩子 他確實是可以透過不斷重複的訓練 去提升出他的語言能力 所以像這個所以我說他他早聊的部分 其實我們很大的部分是希望重度的變中 中度的變輕度 輕度的變成專家看不出來 這樣好那希望他能夠越來越好嘛 那我就是還是回到我個人是認為像我 我不是我不會運動 好我可是我覺得如果我每天去打球 跟我天天不去打球應該在一定進步很多的 對一定在技巧上面會有差異 可是我絕對不可能打到職業的球隊 就是說那個不是每一個人 還是有他自己的限制 可是我們努力的去做訓練 他絕對 否則如果說他是真的這麼無望的話 那我們幹嘛去做早療 換句話說 早期治療 所以醫療並不是只有叫你吃藥這件事 當然他有非常非常多元的協助 早期治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請說 因為我並沒有做過任何早療 但是我的很多的朋友 我們見證過真的有早療跟沒有早療 差非常非常的多 差超級多的 因為如果早療 他真的可以重度變中度 中度變輕度 但還有一件事是 因為其實那個幼幼醫生 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我算是自閉症 第一個就是能真正這樣 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用第一人稱說 自己到底心裡面在想什麼 其實我說自閉症只有一句話 沒有人改變得了他嗎 錯有人改變得了他 但是改變得多改變得少 我只有一句話能形容 自閉症就是心情好 他一切都可以做到你要的東西 心情好 只要他心情好 就是只要他開心了 他快樂了 他會使勁 他能力可能沒有很好 但是只要他心情好 他一定會做到比他能力 就是可以最靠近他能力的地方 ok 那跟我們所有人學習的動力 是一模一樣的嘛 就是正向的一個學習力這樣子 然後自閉症 不管是自閉過動注意力不集中 還有糖寶寶 他們最愛的東西 只要你放一個東西在那裡 他一定會開心快樂 所以我說那個東西很重要 什麼東西啊 叫做餅乾糖果 食物 可是這樣會不會越吃越多 就像餵小狗一樣 可是那是剛開始啊 ok 最後你可以用一杯水 他也可以 了解 那不是一種 我覺得自閉症 很多人都說 因為他有自閉症 所以我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對他 但是我從小到大 我有中度的自閉症我有兩種自閉症 但我希望別人對我的是 你可以好好的跟我講話嗎 我都說我是自閉 但我不是智障 我真的沒有這麼笨 但是我聽得懂你們說什麼 但是我說不出來 就是用對待一般人的這種態度 跟方式 我對很多寶貝 就是我稱自閉症 都就是我都交寶貝 對 我都會說 不管他再重度 我都會很正常的跟他講話 你拍桌子你怎麼了 你想做什麼 就是如果他可以說就說 如果不可以說 就拿一個卡片給他就好了 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 這些人要因為他有自閉症 所以怎麼樣呢 就是好好的跟他講 不就得了嗎 我有很多的例子是 他可能爸爸媽媽或者是老師 為什麼教他這麼久都教不動他 他一句話都不會理他 為什麼 但是我 我就像有一次 有一個寶貝 他的爸爸是 以前是在台灣很有名的高中的老師 然後他就是因為他很 就是滿重度的自閉症 然後就是不會講話 然後就是非常的 就是很不會所有的很正常的行為 所有的行為都是不正常 然後我那天因為媽媽跟他爸爸就是要開個會 就是這些爸爸媽媽就是協會 然後要開個會 然後我們就出去吃飯 然後吃完飯他就覺得很無聊 他就開始躁動 我就說你幹嘛 我就直接跟他說你怎麼了 那走我們出去吃冰 然後那他的爸爸就不用了什麼的 你小華你帶不了他grace不行 他會爆衝他會什麼什麼 我就說你們大人聊你們的天我們出去玩 然後我就說走我們去吃冰 然後到那個冰店他就在那邊看 就是有一些不好的行為就出現了 我就說你要吃什麼自己去拿那個dm嗎 我就說你要吃什麼自己跟老闆講 我就在老闆面前這樣跟他說 然後我就說然後他就看了我一下 就是習慣性嘛 因為他不會講話 所以他的爸爸都習慣性的跟他說 就是會幫他點直接幫他點 然後就拿到他桌上 這是你的冰 但是我不是這樣做的 因為我也是自閉的 所以我會希望他用正常人的方法 有一天他也會想要自己吃冰 是 所以我覺得你要吃什麼自己看 看完了嗎 你要哪一個 然後自己自己跟老闆說自己付錢 他就很 就是 就真的可以做到 所以他那天就很開心很開心 他非常的開心 所以那就是一個 因為他自己 這可能是他人生中 他活到了可能三四十歲了 自己做的自己決定做的第一件事情 那真的是一個 既然不是他家人 你相信他有做出來的事情 你就用最一般的方式 去對待他 對我就用最一般的方式 謝謝葛瑞斯用第一人稱 跟我們談這麼這麼多的一些資訊 可是這是自閉的情形 那土瑞斯症會有完全不同的情形嗎 我們來看看博瑩的故事 嘴巴不由自主發出怪聲 走在路上突然轉圈圈甩手 曾博瑩罹患了一種非常特殊的神經 生理疾病 叫做土瑞症 第一個想法就是 怎麼這麼倒楣 怎麼是我 為什麼不是我討厭的誰有 那我怎麼會這麼的衰這樣子 對 有一點與世隔絕的那種感覺 十歲前 曾博瑩是個活潑的孩子 但生病後奇怪的症狀 讓他被孤立 甚至遭到同學霸凌 就是有個同學 都會經過我的左腳 那故意踢我的左腳 讓我整個客座椅往旁邊翻 然後我就會撞到旁邊的 那個其他人的客座椅跟東西 我就會流血這樣子 他還沒有跑走的時候 我就搭住他的肩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那他就是一個很不屑的臉看著 我就說 因為我想要欺負你怎麼樣 罹患土瑞症 無法跟同儕融入 老師親人也很難理解 種種的壓力引發憂鬱焦慮 國二那年 他竟然從學校四樓教室 一躍而下 對這世界覺得很灰心 覺得不想活了 媽媽嚇到了 媽媽哭暈了 在醫院門口哭暈了 那我爸爸 我爸爸那個時候 其實他不會哭的人 他就是一個 看起來很嚴肅的人 他也哭了 撿回一條命 曾薄瑩開始面對患病的事實 希望克服這種 無法根治的疾病 而且其實游泳對我來說 曾經很不可能 因為我的強迫症 一下水就是 就吸水 然後我現在可以克服 從事各種運動 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而他的身邊更出現了 許多能理解他的好朋友 因為如果我關心他 或者是去一直問他 這方面的事情的話 他會有強迫症 會想要做更多 表現更多的症狀這樣 對 當作是沒有發生過一樣 他就是跟正常人一樣 那只是他有這方面的症狀 我認為那是他的特色 所以對我來說沒有影響 從數得科大畢業 曾薄瑩平上 中山大學社會研究所 現在會覺得這個病是 老廳也給我這個 一個很好的禮物 而且每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都有自己要面對的課題 那土瑞症不一定比較糟 土瑞人遭到歧視跟霸凌的例子 屢見不鮮 對於土瑞症 人們需要更多的認識和了解 才能真正建立更友善的社會 與環境 記者 不過其實我很羨慕薄瑩 因為我其實游泳都一直進步不了 你又是游泳教練 然後又是那個攀岩的教練 又是健身的教練這樣子 可是博遠我請教 就是說 我相信絕大部分 有土瑞症的小朋友 都會跟你有一樣的遭遇 他在小時候一定會有很大很大很大的挫折 那可能同學說實在 想挺身而出也不敢 那說要欺負他 其實也只是什麼 青春期的荷爾蒙作稅而已 你可不可以給這些有土瑞症的人 以及有土瑞症朋友同學的人一些建議 該怎麼做 我覺得對於土瑞症的這樣子的一個病症 我覺得需要有更多的了解 當然現在的社會狀況是比之前好太多了 之前可能我印象中在十幾年前 十五六年前我在國中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土瑞症是什麼的 所以就老師一半的老師可能會 想選擇相信 那一半老師會選擇 這個就是調皮導彈嘛 他就是故意要吸引人家注意 就是故意要做這些 就是這樣的舉動 所以其實我覺得了解 真正的了解是很重要的 這樣子 那給那個土瑞症的小朋友 他們如果一樣被霸凌 他該怎麼辦 我覺得對我來說 就不要理那些 我覺得沒辦法 沒辦法去忽略那個情緒 因為其實 但是土瑞症其實抑制性 還是就是像一個小型社會 有各式各樣的土瑞症的患者的樣態 那其實但是對我來說 我是沒辦法去忽略掉那種情緒 或者忽略掉我被傷害的那種感受 但是我會選擇用另外一種方式 更正向的方式去去面對 或者去了解 可能欺負我的人 他可能某種程度 他在某一塊也是有所缺陷的 他為了要 他就可能跟我一樣 羨慕你運動那麼厲害 可能要欺負我 然後讓他有成就感 有成就感 對 不過吳醫師我請教 就是說 土瑞這個疾病本身 他是可以被治療的嗎 實際上 藥物可以減緩症狀 可是他沒有辦法完全讓他消除 那像 薄癮的症狀就是持續性的 那實際上 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是出現一陣子 就消失了 所以也是不太一樣 那他也有所謂的輕跟重 一般我們在治療上面 當然你可以試著用輕微治療 也有人做飲食 就是說飲食 像也有人用維他命的補充等等 就是各式各樣的方式 其實都是企圖去讓症狀比較減緩 可是沒有辦法完全根治 那他會不會比較好或比較嚴重 那這個真的就是那個疾病本身 他自己的走向 但跟治療一樣 早期治療是極為關鍵 他不太一樣 因為土瑞症他是 他是 自閉症是因為他在發展上有困難 所以你教他他會有進步 是 土瑞症是一個 這個神經傳到物質分泌的異常所造成的 所以他並不是 我們沒有辦法教土瑞 我們沒辦法教他的症狀不要出現 所以他在治療上面 實際上就是 如果這症狀不是太嚴重 不影響他的生活 那其實我們就是接受 我們企圖去造一個 製造一個相對友善的環境 是 讓他的症狀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就是他的他的聲音 如果不是太干擾 大家就練習接受這樣子 就說 不是要叫他的症狀不出現 因為那個是沒有辦法去教的 但土瑞是否會伴隨著其他的疾病 像是強迫症或是精神疾病 土瑞症合併強迫症 合併學習障礙 在那上面寫的 合併情緒上的困擾等等 都非常的高 所以在醫療上 你無法直接處理土瑞 但是他伴隨著這些精神疾病 就可以面對 我們可以用藥物幫忙他去處理 可是這種東西就是 我們會去看這個症狀 對他的影響到什麼程度 那譬如說 像我自己有個小朋友 他的他的土瑞症狀 可能不是只是這樣咳嗽 他是用嘶吼這樣 這樣子嘶吼的大叫 那其實他會 真的會嚇到班上的同學 大家坐在那上課的時候 他突然之間 啊哈這樣子大叫 那同學被嚇到 另外一個我常常說 他自己喉嚨也會受傷 當然 對不對好 那像這樣子 我們可能就會給他吃一些藥 讓那個症狀 不要那麼明顯 他可能叫的分貝 可以從十分貝 就是可以從十分降到三分 那我自己在治療上 我從來都不會把小朋友的症狀壓到零 因為他們有可能會自己改善 你把他壓到零的時候 他可能會吃過多的藥 所以你會讓他的症狀變得比較減緩 那在妥瑞 妥瑞的這個患者身上 我們常常會需要跟父母親 跟學校老師 其實現在我是覺得現在 我這個工作三十年了 三十幾年了 不想講多少年了 那實際上整個臺灣特教的環境 其實是進步非常非常的多 那所以有很多過去的不好的經驗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他是這麼不愉快的 可是實際上環境是在慢慢的做改變 那其實特教的老師對妥瑞士的認識 其實是都蠻清楚的 所以他們也大部分都是去處理的 比如說他妥瑞合併學長 或妥瑞合併過動 而不是真的要叫他這些聲音不出現 眼睛不要眨 手不要揮這樣子 對 那甚至於很多妥瑞士症的孩子 其實症狀沒有那麼嚴重 他沒有那麼多聲音 出現頻率沒有那麼高 他其實在班上 是可以跟同學相處的OK的 那當然 我我要講一個就是說 實際上我覺得 我們對霸凌是zero tolerance 我們是不允許的 我們不希望他存在 絕對不會因為他是因為有荷爾蒙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允許他的存在 是不可以的 那只不過就是說他真的出現的頻率 有的時候不是我們能夠去掌控的很好 那像我們自己在學校做推廣的時候 其實像兒童精神科醫師其實算是 跑校園非常勤勞的 因為我們的孩子的問題 常常都是用情緒跟行為來出現 譬如說像Grace不跟人家講話 或者像柏雲出現一些聲音或者是抽動的動作 這些情緒行為的症狀 常常會被誤會 會誤會說他們是故意的 他們就是不配合 或者是什麼 所以其實像 最起碼我所認識的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 都慢積極地跑校園 那就是希望能夠改變 校園裡面其他的人 對這個疾病的看法 那實際上 我有碰過很好的班級導師 就是說有很多孩子 他其實是在普通班的 有很多很好的班級導師 他其實可以帶動那個氣氛 是去接受孩子的困難 而不是一直要去孤立他 我在想說像我們邀請 那個Grace跟柏雲來上節目 然後柏雲在節目上 可能會一直發出聲響 所以觀眾一看到他 他其實這樣 我們節目還進行了很順利 某種程度我們的觀念就被改過 通常在學校裡面 如果說有一個女生 有一個男生出來說 你們不要欺負Grace 你不要欺負柏雲 他就是這樣子 你們怎麼會這樣子 一個人可能就會改變 全班的那些氣氛 所以在國小的階段 其實國小國中階段 班導師的影響力 真的是很大 尤其是國小 所以實際上 在臺灣的國小的 這個校園 這種特殊教育的推廣 其實這些年來是 真的是很努力 因為我們只剩一分鐘 我還是把時間 留給Grace Grace你要怎麼樣幫助這些 這麼多的自閉症的小朋友 他們需要什麼樣的幫助 我們又該給他們什麼 什麼樣的幫助 其實自閉症要的 跟一般人一樣 就是好好的對待他 好好的跟他講話 他要的跟一般人的 要的都一樣 然後呢 他 他不管做任何不 因為自閉症就是情緒 所以他只要一做不當的行為 你就要問他 你怎麼了 其實就可以 他要的不多 真的不多 所以你只要跟他好好的講 好好的問他 那就可以了 那有些人會很氣 打 用打的 對你們來講 會得到一些資訊嗎 用打的我們永遠不會 一點意義都沒有 一點意義都沒有 越打越反彈 越打越反彈 而且我們會記仇 我們甚至會報仇 所以包括家長 另外兩位 我們直接是 找西遭 有很多時候 又有已 會是 клю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宜季 陈思雨 领军飞往英国伦敦 台湾将挑战各国高手组成的最强团队 2018桌球团体世界杯 如果我的阿公阿嬷也来参加老人共餐 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很开心 糖果工厂开幕啦 请大家快来玩 小导演《大梦想台湾片》 周六上午十点就在公式频道 野生世界目前幕后大揭秘 这些生态世界里的大牌明星们 是怎么被拍摄的呢 为了捕捉地球脉动第二季的精彩画面 摄影团队吃尽哪些苦头 又获得了什么样的感动呢 4月7日周六晚上8点 生态全记录 地球脉动2幕后制作 就在公共电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